第九十五集 张启慢慢地把茶钟放在脊上 优雅站起 甩动着柳枝转身就走 郑鱼倾着脸追上两步 正准备讥笑喝骂他一句 不知想到什么 却又镇定下来 只见郑鱼笑笑 朝着张启的背影高声说道 我是没有资格 不过整个夜城 都在传说兰陵王宠妻的美色和香艳 还有床榻上的万种风情 却是不知 等长弓听了 会有何想法 张启慢慢回头 他黑白分明的双眸 静静地瞟着正雨 堂堂郡王 连自家妇人也护不住 这使世人诽谤加深 他除了倍感羞辱 还能如何 依然如此镇定 依然谈笑自若 仿佛自己谈的 不是关乎他性命荣辱的大事 这种势不关己 冷眼旁观的悠然 这种略带嘲讽 理所当然的语调 彻底地震住了正雨 正雨瞪大眼 一时之间 都不知道要如何反驳才是 见状 张启轻蔑地一笑 转身走开 回到房中 接过阿绿熬好的西周 张启一边一小口 一小口地吞着 一边簇着眉峰 寻思着 见他几度失神 阿绿好奇地问道 阿琪 你在想什么 换了三声 张启才清醒过来 他眨了眨眼 反射性地回道 没什么 转眼他又嘀嘀地说道 阿绿 我寻思来寻思去 还是不能这般坐以待毙 他永远都不需要 正雨那等人的怜悯和施舍 不需要用他来高高在上地 主宰自己的命运 见他这么快就振作起来 阿绿大喜过望 他不由笑着眯着双眼 郡王外出时还曾交代过 任何人不得前来打扰阿琪 幸好他聪明 特意跑去和方老管事说 别的人也就罢了 正是阿瑜 是一定要放进来的 可不 张启这么一下 就恢复斗志了 墙逼着自己吞下小半碗粥 张启看向阿绿 认真地说道 现在我要做的第一步 便是逼着高长弓 放我回归成果 说到这里 他凑近阿绿 小声地说道 现在 我有七百多斤了呢 那日太后给我的遗承 我都藏在衣裳里 一并带回了 待会儿 我就告诉你藏金的地方 万一我有个什么不便 你要记得 把那金子戴上 嗯嗯 阿绿最喜欢听 关于金子的事 当下喜得 见眉不见眼的 见到阿绿这样 一直有点 郁郁不乐的张启 忍不住 也是唇角一扬 他拖着下巴 一边搅着碗里的粥 一边说道 我寻思来寻思去 以我现在这般样貌 离开了高长弓 也不安全 阿绿 得到自由回去沉地时 我会毁了这张脸 刚才和喜笑颜开的阿绿 已听到这话 眼泪又汪汪而出 张启瞪了太眼 垂着双眸 懒痒痒地说道 你伤心什么 我小小划两刀 不会丑的 让你一看就恶心的 阿绿兮兮鼻子 哽咽道 我不是为这个伤心了 而且 便没有别的法子吗 张启摇头 这虎狼之事 哪有什么更好的法子 其实 毁容真的不算什么难事 我老早便想过了 只是我暧昧得很 一直舍不得变丑罢了 她倒是一派地轻松 阿绿兮兮鼻子 又哇哇大哭起来 张启打定主意 明显变得轻松起来 自回来后 身子明显有点孱弱的她 居然站起来 悬了几个圈 笑得极灿烂地 对着阿绿说道 阿绿 我现在 可是最最年轻美妙的时候呢 你多看起眼 帮我祭牢了 等我们都老了 说给孩子们听 这话一出 阿绿哭得更伤心了 蓝灵王一入院落 便听到房间里 隐隐传来的哭泣声 他的脚步不由一顿 正正地看着寝房里 他突然觉得 双腿只有千斤重 好一会儿 他突然想起一事 连忙转过身 挥手招来几个仆人 低声说了几句话 那几个仆人急急走开 当他们再出现时 已是抬到台箱子 捧得捧木盒 看着他们 蓝灵王的眼眸 终于露出了一抹轻松 他愉悦地说道 他一起去吧 是 几个仆人同时应了声 抬着东西 流水般地涌入房中 阿绿正扶着张奇躺下 见到大门一开 一袭黑伤 玉树林峰般的蓝灵王走出来 那双直直的 像张奇看来的双眸 明亮如星 似乎再也看不见旁人 仆人们如同流水一般涌来 不一会儿的功夫 便在寝房里摆了五六个盒子 十几支木盒 蓝灵王双眸亮晶晶地看着张奇 温柔地道 刀打开 他的唇角微微翘起 看向张奇的眼神 专注而多情 是 众仆上前 把这些木箱和盒子 一一打开 瞬时 十数匹精美的绫罗绸缎 还有珍珠宝石首饰等物 亮晃晃地 刺激着主仆两人的眼 见张奇正正地看着那些相合 蓝灵王双眼更明亮了 他的唇角荡漾着欢喜地笑 他挥退众仆 对着阿绿瞟一眼 是一胎也出去后 一个剑步便走到张奇面前 慢慢轻身 让自己的体温 笼罩着张奇的身子后 他抬起他的下巴 朝张奇的脸上端详片刻后 低头握紧他的双手 温柔地说道 手怎么这么凉啊 说到这里 他唇角一扬 滴滴地 轻快地说 我看你从来没有进过餐库 便令仆人搬一鞋送到房里来 阿琪 你喜欢吗 他这是第一次做这种事 没有想到 这感觉竟然很令人愉悦 他的声音很温柔很温柔 这是可以让人密闭的温柔 张奇抬头看着他 点了点头 嗡了一声 他能好声好气地和他说话 高长公明显欢喜至极 他拿起张奇的双手 把他贴在自己的脸上 轻轻地摩缩着 高长公怎能如此温柔 别对他这么好好不好 他会害怕的 张奇垂下眸时 蓝陵王已在他身边坐下 把他搂到怀里 置于膝上坐好后 他用下巴摸缩着他的绣发 滴滴地说道 今天 阿语过来了 我刚才说他了 你现在养身子的时候 轻易 不可来打扰你 听到阿语两字时 张奇明显有点僵硬 等他的声音一落 张奇低声问道 你 你怕他 打扰我 声音有着紧张 嗯 蓝陵王在他的头顶上 轻轻印上一吻 玩笑道 是啊 我的阿奇心眼太小 我怕他又激怒了你 提到正瑜时 他语气中 有着他自己不曾察觉的某种温和 看来这两天他又做了些让他感到舒服的事了 张奇闭上双眼 自己还真是天真的可笑 这时 蓝陵王低下头来 他含着他的耳珠子 右手嬉嬉缩缩地伸入他的衣裳里 声音低灼中含着欲望 阿奇 几天了 我好想你 见他要挣扎 他用左手固定了他的双手 吐了口浊气说道 我知道你身子不好 我会小心他 感觉到他的手 隔着衣裳扣上自己的左乳 张奇清楚地感觉到 小福处又传来那熟悉的酸痛 他长长的睫毛闪了闪 忽然问道 长公 今日夜城中 有没有什么流言 一言吐出 他感觉到蓝陵王僵住了 不仅如此 那顶着他臀部的肩硬 也慢慢软下来 他勒得张奇有点紧 呼出的气息 冷冷地扑在他的镜侧 张奇 扎动着浓密的眼睫毛 唇动了动 终是没有再说什么 只过了好一会儿 蓝陵王才慢慢地 把他放到一侧 他站起来 整理了两下衣裳 低声说道 外面的事 你不用多想 任何事 你都不用多想 他是想说 他不会在意吗 也是 天下间的机械 任哪一个 都是被人转来转去的 又不是正妻 被人站了身子 有什么打紧的 看到蓝陵王转身便走 张奇却是站起来 他望着他挺直 孤傲的背 滴滴地说道 郡王便不问 阿奇失踪那几日 身在何方 有没有被男人 沾了身子 他的声音还没落下 蓝陵王已经喝倒 闭嘴 他蹚得转身 冷冷地说道 此事以后不可再提 说吧 他薄唇紧敏 轻着脸 大步冲出了寝房 不一会儿 便消失在他的事业中 直到蓝陵王的身影 再也看不到了 张奇才慢慢坐下 他按着腹部 只是这么一下 他已痛楚男人 痛的 其实不只是小腹 这胸口 也是闷痛闷痛的 让他想大哭出声 却发现 眼中都是干干的 现在不是以前了 他给不了他 他便不能沉浸在 他的温柔里 进而又恬不知耻地 去幻想 去争夺 他不能有些话 说一遍就够了 有些事 无妄地争取 只会让你被人看清 退后一步 给自己留点尊严 别让自己 输得面目全非 饶氏腹痛如脚 张奇也是 白着脸 倔强地站起来 他挺直着腰背 静静地 看着月落里 枯黄的桃花 暗暗想到 这世间 谁都不会是谁的依靠 也许 他从一开始就错了 一根藤蔓 一个喜怒 都倚账主人的赐予 生死都寄予男人之间的机械 一个男人 可以对你欲取欲求 想睡你就睡你 想不放开你 你就只得困在他的身边 机械 便是最美最难得的 又怎么可能 要求男人 低下那高贵的头 舍弃他利益 最大化的想法 把他唯一的爱 用怜悯施舍的方式 赐予你 他要站起来 高长公不给 他就不稀罕 阿绿叽叽跑过来 见到张启脸色雪白一片 他连忙上前扶住他 把张启安置在榻上 阿绿感觉 他的双手都是冰凉冰凉的 唇也是毫无血色 不由心下一慌 他伸手紧紧地抱住张启 试图用体温温暖他 颤声说道 阿骑 你怎么了 张启回过神来 他看向阿绿温柔一笑 我无事 他吐出一口气 可能是刚才的声音太过低弱 便又提起中气 认真地说道 我没事 我没事 阿骑 你不要说话 别说话 张启当真没有说话 他为着阿绿 感觉他娇弱的身子里 传过来的力量 好一会儿 才目视着房间里 大香小盒的 轻声问道 去把那些东西 全都折成金子 我清白地身子给了他 得到这些也是应该的 嗯 记得打听打听 看看有没有陈国商客往来 我有用 嗯 你拿上这钥匙 到仓库里 拿些最普通的绸缎 还有粮食出来 然后带几个护卫 去购置一个破旧的庄子 收留一些难民 多注意那些从陈地来的 伸手了得的汉子 跟别的难民打交道 你可以说 这样行善事 是蓝陵王的主意 对那些相中的陈地汉子 你就悄悄说 是我的主意 阿绿压了一声 转右捂住嘴 笑声地说道 呀 阿骑 你的意思是 张启的声音 细弱至极 不到万不得已 我不想变成丑八怪 也许上苍垂怜 令我得到几个 忠贞得礼的帮手呢 阿骑真聪明 阿绿马上开心起来 张启扯着唇角笑了笑 对了 以后你每天 都花几个时辰逛逛街 到肖默的府里一走走 还可以到酒楼吃吃饭 一咬牙 张启说道 那银钱 就从仓库里拿 记得多留意一下 别人说的话 如果有议论我的 你也注意一下 看看朝中的大臣权贵 还有那些贵女 有哪些 是对我有好感的 都记下来告诉我 嗯 我知道了 张启说了这么多 感觉到刚才平静了的 小腹又是一阵眼痛 她重新扶上阿绿的尖头 无力地说道 我好似有点不对劲 你悄悄去打探一下 叶成哪个大夫了得 我们去偷偷看一下 嗯 阿琪 别说话了 你闭上眼休息会儿 张启当真闭上了眼 她站在阿绿的肩头 微笑道 阿绿 有你在 真好 阿绿见张启一动不动 正以为她睡着时 却听到她嘀嘀地说道 刚才 我太感情用事了 以后我会好好和她相处 让她多多带我 到外面走走 我不能再这样 待在院子里 什么声音也听不到 什么人也看不到 既已决定 便得寻找机会 阿绿 终有一日 我也可以不再倚仗男人 她要娶妻 便娶她的 我不稀罕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个人 对啊 我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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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